大家好 我是小林 索丁小林菜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我这个时间11点多了 就日本 日本时间1月15号 11点多了 我看到这个新闻 赶紧加班 真出大事了 这个撒胡椒面 这次是撒到北京城里面出了 奥米克勇 攻破北京 不得了 我前两天我就说了吧 我说留给是不是 留给北京小伙伴的时间不多了 我就说前两天赶紧囤粮 那个时候囤粮的游刃有余 说不定还有特价的 慢慢囤 你看 现在出了这个事 我过去也是要看 等一下再说分析建议 我们要先把官方信息 刚刚的流掉数据 刚刚才出来 所以我们一起分析分析 大家探讨探讨 怎么怎么处理 什么个情况 是这个庞仙火 是北京疾控的副主任 本土确诊 本土确诊 增加火 该病例进14天内 没有外省市屡居时 就没有出过北京 没有相关病例的接触史 没有相关病例的接触史 这相关病例 你看我们等一下分析 然后它是13号出现的烟布布市 工作单位是海定街道海定新技术大厦 其实它单位在哪里不是很重要 真不是很重要 因为它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我们等一下再评价 14号没有明显的好转 感觉不舒服 其实是发烧了 开始有点免疫系统起作用 那种感觉 但是测体温没有超过温度 但这可能是慢慢发出来的 它是里面发出来 然后就去测了核算 就去测了核算 也就是它这个单位 并不是定点测测试的单位 不像深圳 深圳和广州两立当初捞出来 它都是定期检测的 这个不是 它不是定期检测 然后后来就明显发烧了 自己把自己吓着了 估计吓得够呛 然后没有就诊 那当然它的阳性还没出来 就啥诊呢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然后估计自己吃了点药 是吧 背了点药 然后症状不是很明显 我估计就是算是亲政吧 然后现在是奥米克戎 这无门没跑了 流调是这样 它说了14天的流调 1月1号开始 1月1号 你看中午12点 当时是云旦假期嘛 就自驾前往全聚德清华科技原店 德云厅用餐 就吃烤鸭去了 这个生活还可以 但是云旦去吃个烤鸭 你说也不是说非常可以 就正常中产阶级的生活 然后下午3点钟就去了白塔市 都是坐地铁 坐地铁 然后是15点50分 然后去金融界购物中心 一层联卡佛商店 在地下一层 Grey Books 咖啡厅喝咖啡 地下一层OLED 这个是华润旗下的一个高端超市 OLED 超市购物 十七十四十九分 从富城门地铁站 乘坐地铁至上帝站下车 他每天在上帝站下车 然后再转公交至香 黄旗站下车 623路公交车 然后就休息了休息 二号继续出去玩 都是元旦继续出去玩 与朋友自驾 然后去SKP购物中心购物 中午就在金融街购物中心 DL购物 然后是14点10分 在金融街购物中心 二层蓝小馆就餐 都是走走逛逛 然后吃吃这样 下午三点钟离开 然后五点到六点半 在永利国际B城影剧院 第一影厅观看脱口秀 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 果然是北京 还有脱口秀 不是看电影 看脱口秀 还挺高端的 观演结束后自驾车回家 1月3号下午 还继续出去玩 还出去玩 每天换着超市来 你看第一天是欧了 第二天 第二天是金融街中心 你看第三天是沃尔马 1月3号是沃尔马 然后在商场的时候 乘前往周大福周生生等店铺 后自驾车回家 1月4号到7号 每天早上 乘私家车上班 然后下午六点钟左右下班 乘坐688路公交车 游 这怎么上班是私家车 下班是坐公交 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拼车 跟朋友一起 一起要坐朋友的私家车 是不是这个回事 6点半坐朋友私家车上班 下午6点 下午6点钟 就可能下班的时间不一致 他就下班的时候 就坐的是公交 688路公交游 海定桥北至湘黄旗站 下车回家 其中1月5号 他就吃了麦当劳 可能是不想做饭 然后1月8号 又放假了 最都是周末出去玩玩 这小只 比较小只生活方式 1月8号 10号 与朋友自驾到昌平 滑边生态源滑雪长 滑雪 下午1点钟左右 离开就去了西部 马华牛肉面 永丰月 借店就餐 这生活还可以 这玩意 13点22分 吃的挺快 下午2点钟左右 然后就涌望 涌望 涌望国际购物中心 这人换的超市来 还挺精彩的 15点左右离开 买了一个小池 回家之后 步行至木北造型 这应该是剪头发 剪头发 去理了个发 然后 我这做头发 做的挺久 做到晚上9点钟左右 然后是9号还是继续出去玩逢周末 你看不停的 挺年轻的 反正一放假没有停 都出去玩 然后上班就上班 9号他是去了树村站至清河小营西站 去了朋友家 这是朋友家 他也要去朋友步行前往清河万象会店 在西树泡芙甜品店 北京万象会店购物 之后自驾车回家 这朋友有车 他这朋友有车 然后是1月10号到13号就试驾车了 又是试驾车上班 然后公交车下班 都是重复这样 上班就这样 然后就确诊了 然后就确诊了 现在做了什么工作 当天上午10号对病例居住的小区进行的封闭 小区跟单位就全封起来了 现在是要估计全得按照密切接触者全全拿去隔离 现在实行区域封闭是足不出户 也就小区这些是全官家里面 所以真的马上得囤娘 就说要囤娘 而且他去过这么多地方 你说我觉得 他现在全员核酸检测 对病例的 现在是对他办公楼里面的所有人都要全员核酸检测 他去过的地方能检的应检就进检 现在去过以上地方的自我排查 自我报告 关于时空什么伴随者 这些估计后面会排查 自己主动报告 如果小伙伴你自己试这个情况赶紧吞娘 你估计会被关起来 会被关起来 所以还囤着再说 你不知道他是让你关家里 还是会把你扔走去关 那都是多买点东西吧 哪怕他就是把你异地隔离 你还是要多买点东西 反正你就是把你异地隔离的买点零食 吃的完了 或者说是吧 哎呀自己多多准备点物资吧 现在还是北京现在这个人 他去过的地方就老多了 太多了 这简直他他换的超市去 我都说了 每天换一个超市 每个超市他是去玩了 其实他肯定 现在他说的是没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他肯定是有人传给他的 是不是 他没有 你没有发现他的相关病例接触史 其实就是你没筛查出来 其实就他可能已经 你我估计北京已经把天津返回 北京的人已经是 我不知道他塞过 塞完没有啊 我这个估计应该是塞了吧 因为天津已经好好好几天了吧 不少时间呢 应该是筛选过了 筛选过我说了 我早说过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 一个因素是 他现在测他是阴性 他可能之前传播过 他是无症状 他传播完了 然后他自己治愈了 或者说症状非常轻没有发烧 他传播完了 然后他自己转阴了 你测的时候他转阴了 并不代表他之前没有传播过 这就是奥米克勇厉害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要全面覆盖是很难 我说这个清零最后实在想清零 只能是全关起来 整个社会逐不出户 没有办法清零 那就要这样搞下去 我觉得会很难看 这北京冬奥会会很难看 这样搞下去就 他就是如果给他清零 搞得这整个社会人道主义危机 那到时候西方媒体肯定又有话说了 你想想 整个西方 是啊 我不是搞什么歧视啊 就是说肯定都会说的 那么你为了搞个北京冬奥会 这在国际上是不可能获得很好的评价 大家会作为一个反面典型来到宣传 所以席包子带着他希望他的这个北京冬奥会是一个很很完满的东西 这就是相悖 这就是相悖 但是管控又特别严格 所以这个就出这样一个事情啊 反正全国现在都兜不住 到处都是 先这个先说到这一把 然后我们边边观察现在信息刷新的很快 我先先把这个报了吧 在北京周边的朋友或者说其实全国都是了 现在能先买多点东西在家里面再先买一点东西吧 他最后他我说了他要清零 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人关关起来 有可能会发生啊 就是这是他的制度优势吗 他说我集中一定要办大事 OK 先说到这里 绝对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